诸位善知事 吉祥如意 阿弥陀佛 今天一开始 来为大家讲解 什么是独一进 处 独一进处的意思 就是一个人 好好地修行 在原始佛教的时代 佛陀跟弟子们 生活在一起的时候 是怎么样 通常是佛陀说法的时候 弟子们聚集在一起 听佛陀说法 佛陀说完法之后 有时候会请弟子们 比如像舍利佛 用更简单的方式 来讲一次给弟子们听 除此之外 在听完法 比丘们就会回到自己的禅修处所 好好修行 那回到自己的禅修处所 通常是 每个人都距离很遥远 不像我们现在在大楼里面 都是公寓式的 还是说透天的 也是隔壁而已 连着 我们都是现在房子都一家挨着一家 那古代不是这样 古代佛陀时代是 每个人都距离很遥远 要走一段距离才会到达另一个人禅修的地方 所以你看 在原始佛教里头 禅修是独一尽处 那独一尽处的好处是好修行 好入定 没有人潮 你想想看 住在一起 经常就会串门子 经常就到你的屋里面 去那边跟你讲话 聊天 那一聊 如果能够聊佛法还好 很多人是在聊是非 对不对 这样一聊 浪费时间 你要知道 佛陀时代 弟子们 如果到另一个人 另一个比丘那边的时候 都是在干嘛 聊法医 都是说 忍者 你现在有空吗 如果有空 可否为我略说法药 都是这样子 彼此这样跟对方说法 然后互相抵立 然后让我们整个修学佛法的这种意志力更加提高 大家互相抵立求进步 独自互相求漏欺 所以我现在讲到这个独一尽处的时候就是显露出大家要懂得孤独一个人修行 修行这条路是一个人孤孤单单的 你看成佛 成佛是一群人在那边成佛吗 成佛永远是一个人的事情 你在世界上看到许多抗争活动的时候 你可以说他是一群人在抗争 可是你有没有想象 你能够想象说是一群人称佛吗 没有 不是这样子 称佛是孤单一个人的事情 证悟也是孤单一个人事情 个人吃饭个人饱 个人生死个人了 这种东西都是个人的 你要靠自己努力 好那这边我就讲一经给大家听 这个在杂案经里面有提到 有一次佛陀住在四二位国的七处几孤独园 这个时候有一个比丘来到佛的地方 先向佛陀顶礼之后退到一边 那告诉佛陀说 是尊可不可以请你为我略说法药 我听了您说的法之后 我就会好好一个人去修行 到安静的地方独一进处 好好思维法义 不放异的修行 如果我可以不放异这样修下去之后 我就可以出家 就是说他确定他愿意走这一条路之后 他就愿意出家 剔除虚法 首先把虚法通剔掉 并且穿上袈裟 穿上这个法服 穿上袈裟 接下来就会 信家非家 出家学到 相信 真正的家不是在家 相信真正的家在于出家 好好出家学到才是正确的 在家狭小 犹如牢狱啊 你看 这家居士努力了一辈子 就是为了一个小小的公寓 一个小小地方 耗费他一辈子的青春年华 他所赚的钱全部是投资在这个房子上面 出家广大 犹如虚空 你看在家就是 在怎么样 每天都要回到那个小小的牢狱里面 出家广大 犹如虚空 你看 到处 任敖友 到处都有寺庙 全世界都有寺庙 到处任敖友 不相信你出家就知道了嘛 你出家就知道为什么出家 犹如虚空 你试试看如果你能出家的话 因缘要记住啦 你不要因缘不记住硬要出家 造成社会问题 等一下又那个 你的家人早上门来 你的父母兄弟啊 你的妻子啊 丈夫啊早上门来 这样不好啦 你的事情你的因缘要处理好 处理好人家都同意了 你再出家 人家欢欢喜喜送你出家 那这样你就你的因缘居足了 出家就没阻碍 出家之后 哎呀广大如虚空啊 出家广大犹如虚空 然后他这样子之后啊 这个比丘啊 他希望佛陀为他说法之后 他出家可以做什么呢 可以修无上范行 清净的范行 所以各位 出家一个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要修什么 修清净范行 什么是范行 没有男女之欲的修行 有的大圣经典是把它比较扩大 什么是范行 身口意清净 全部的身口意清净 这叫范行 但是狭义的说 比较具体或狭义的说 范行专门是指 没有男女 没有男女之欲的修行 没有发生关系的修行 你已经确定有二三十年 都没发生这种男女之欲了 这个就是清净范行 已经很久很久都没发生了 好 那这样子能够一直清净范行 修下去之后 就可以于当下正德阿罗汉国 宪法作证 做什么证 可以作证 我身已尽 范行已立 所作已作 自知不受厚余 我的生命到现在为止 已经是最后一次 已经穷尽了 我不会再来出生 我的清净范行 无男女之欲的修行 也确立了 很多年来都确立了 所该修的法 所该做的事情 所该做的 通通做完了 都修完了 自己知道 不会再有来生 好 这一经大概是这个样子 但是我这边 要跟大家特别强调的一件事情 是什么 就是独一尽处 这里头大家刚刚有没有听到 独一尽处 你以为有很多人陪伴着你吗 你出生的时候自己一个人来 死亡的时候自己一个人走 你奋斗的过程中自己一个人奋斗 你吃苦的时候你自己一个人吃苦 都是一个人 修行出家这条路 更要确定能够孤独的过生活 你在家或许还有亲朋好友 可以嘻嘻哈哈 可以玩游戏聊天 不对 出家就是要面对自己 面对诸法实相 每天都是在看清自己的心 阅读经账 禅修打坐入定 一个出家人 他要做的事情就是这个 那你做这种事情 必须要能够忍受得了寂寞 忍受不了寂寞怎么办 忍受不了寂寞没办法好秀 你会变成怎么样 会出家之后 又找很多朋友聚在一起 然后聊一些世间的事情 出了家又在聊一些世间的事情 何苦来在啊 你这样出家等于没出家 所以很重要一点就是 要能够有独一尽触 能够独一尽触 然后好好休息 这一点其实希望大家切记 要能够忍受得了寂寞 事实上在家居室里面出家 那其实也是很寂寞的 我说啦 一个人来到这个世间 一个人离开这个世间 谁陪你啊 奋斗过程中谁陪你 你一个人在奋斗啊 你出差一个人出差啊 对不对 你甚至有的工作一整天雇一台机器 有一些工厂你一个人雇一台机器啊 雇整天呢 所以都是一个人啊 不只是出家人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确立独一尽触 这件事情 要好好独一尽触 孔子说这个叫什么 圣读 你一个人的时候要圣读 要谨慎 不要一个人的时候啊 就乱七八糟 行为乱七八糟 没有威仪啊 不要这样子 一个人的时候还是要圣读 好 那接下来我们再回到四念处 大念处经里面啊 来跟大家继续讲四念处啊 我们上一集提到说 你要观察生法而安住 观察灭法而安住 观察生灭法而安住 好 那这样观察 这样子观察 它是为了要建立起 对于呼吸的唯一的正念 你不去管世间的任何事情 你唯有在观呼吸 专心的观呼吸 在你的世界里头 在一个观呼吸的修行者里头 它修到后来 只有呼吸存在 其他都不存在 那这是为了要让你啊 在专注其他任何一法的时候 也能够同等的专注 是这个样子 好 那我们再往下看下一段经文 比无所一而住 不再执着世间任何事物 看到没有 当一个修行者修到这个阶段 他是无所一了 前面你有没有发现 他是依着生法而住 依着灭法而住 依着生灭法而住 修到后来 无所一而住 各位 有没有学到一个事情 你目前依靠任何一物 依靠是为了不再依靠 学习是为了不再学习 有学是为了成为无学 你现在很多烦恼 很多事情绑住你 你很努力修行 是为了不再有烦恼 修行是为了不用再修行 彻底解脱 这里也是告诉你 你修行到这个阶段 无所一而住 按照为世中的说法 当你把四种事转一 成为四种智慧之后 你那个时候可以达到无一 无一 就是没有依靠了 所以修行 为什么叫解脱 为什么修一修 修行 修到后来可以叫解脱 因为无一 没有依靠了 是这个样子 好 没有依靠 这个时候你不会再执着 世间任何事物 有依靠才会执着 比如说现在的人 很多人是依靠什么 依靠网路而过活 依靠这个 很多人喜欢shopping 很多人喜欢shopping 靠shopping而过活 依赖这个家人而过活 没有家人就不能活了 家人死了 就是家人如果有一个人往生了 自己就哭得死去活来 没有他不能活 没有这个 有人喜欢音响 没有音响不能活 有人喜欢车子 没有车子不能活 有人喜欢女人 没有女人不能活 你看有这么多的依赖 只要有依赖必定有执着 你一定执着你所依赖的事物 没有依赖就没有执着 所以各位尝试看看 你的修行要尝试怎么样 修到后来越来越不执着 希望大家能够试试看 试试看 当你观察呼吸每一撒那的 呼气 吸气 呼气 吸气的时候 你修到最后呢 就能够无所依 一开始你好像是依靠呼吸 对不对 可是修到最后的阶段 你不会再依靠世间任何万物 因为你建立起唯有呼吸 只剩下呼吸 你的世界只剩下呼吸 所以对于世间任何一物 不再执着 那你放心 你说那我会不会再执着呼吸 当然会 所以修到后来要怎么样 连呼吸也不执着 连呼吸也要放下 也就是大波罗金讲的20种空 内空外空内外空空空空 你前面修的内空外空内外空 都已经空了 你会不会再对空产生执着 很可能会 所以要再空空 把空再空掉 空却对空的执着 同样道理 观呼吸也是这样子 你呼吸 修一修 不再执着世间任何万物 可能会执着呼吸 那你修到后来连呼吸也要放下 不要再执着呼吸了 那么你就会修的彻底 所以这个时候 你不会再可爱世间的任何事物了 没有任何可爱 不会执着 无取运 世间的任何事物 我们这个世间的任何事物 都离不开无取运 那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对无取运的任何事物 不再执着 不再有执着 好 那这边我再跟大家分析一下 观呼吸这个修法 它本身可以修止 也可以修观 止观都可以修 修止 它是为了获得禅纳 又称为迪安纳 禅纳就叫迪安纳 如果你今天观呼吸 用修止的方式修观呼吸 你会获得禅定 你如果用修观的方式来观呼吸 那是在干嘛 要断烦恼用的 好 那修止 不是 你观呼吸的时候怎么修止 就是只有纯粹观呼吸 你不要去观察什么 无常苦无我 你不要去观察十二因缘 无名行事迷失六六出处爱去 有生老死 你不要观察这个 这个已经变成在修观了 你要怎么样呢 纯粹呼气的时候 正知呼气 吸气的时候正知吸气 打妄想的时候 不管妄想 马上拉回来 鼻端观呼吸 你不要因为打妄想 然后就跑去看妄想 这不是哦 你修止不可以这样 修止就是打妄想的时候 马上拉回来观呼吸 再用专心自制的方式 很专心的方式来观察呼吸与吸气 这样子就是修止 那比较更清楚来说 修止你可以用属习法跟随习法 随习就是我刚刚讲的 呼气的时候正知呼气 吸气的时候正知吸气 这就是随习 那属习法是后来阿比达默论师 为了后代的人根基转钝 所以发明了一个属习法 就好像一根拐杖 给那种颇角的人走路更好走 一样 所以如果你随习法用的不得力 你就用属习法 呼气的时候属一吸气不属 第二次呼气属二吸气不属 第三次的呼气再属三吸气不属 如四数到十 再从一开始数 如果说这个属习的过程中 比如数到六 你打妄想了 从一开始数 你数到三打妄想了 从一开始数 任何打妄想再从头数 这个就是属习法 那这种修这个属习法跟随习法 它可以帮助你修止 让你止下来 让你所有的妄想停下来 这对你很有帮助 它可以帮助你 或出禅 二禅 三禅 四禅 空无边 室无边 无所有 飞翔飞翔飞翔 灭禁定 这九次地定它会帮助你次地获得 当然啦 不要说什么啦 你说空无边 那个室无设定 难道还是用光呼吸修法 不是 你一开始是用光呼吸修法来入定 入了定之后 后面要修上去 有它的散角方便 但一开始你可以用光呼吸入出禅 出禅之前有味道地定有预界定 你一样都可以用光呼吸的方法入预界定跟味道地定 是这个样子 那修观有四个阶段 你要修观的时候可以怎么样呢 比如说了知现在的呼吸是长还是短 了知现在的全呼吸声 或者是把你的比较粗糙的呼吸 把它安定下来 这个是修观 那我讲更清楚一点 刚才我说过 当你光呼吸的时候 如果产生妄想 你要马上拉回来 这是修止的方式 那修观的方式呢 万一你产生妄想 不需要赶快拉回来 不需要 因为你在修观的时候呢 反而要去观察现在当下的妄念 你去观察这个妄念本身 观察它的生灭 它生了又灭 灭了又生 那妄想通常在被你观察之后呢 它会减弱 它会不断的减弱 最后消失 你再回到呼吸来观察 只要妄念 或者是你打坐有任何一法升起 你就观察那一法 再讲一次 打坐的时候有任何一法升起 你就观察那一法 妄想也是 为什么 是因为你没有观察妄想本身 你可能因为在想着某件事情某个人 因而起称恨心 那个人让你起称恨心 如果你回到妄想本身 而不是在观察那个人 那么你就不会称恨心加强 你一直观察那个人 不看妄想本身 你一直看那个让你生气的人 一直想着让你生气的人 当然了 妄想就越来越大 无止境的变大 可是如果你今天不再观察妄想 对不起 你不再观察让你生气的人 而是观察妄想本身的话 当然了 妄想不会让你生气 是忍让你生气 妄想不会让你生气 所以观察妄想的生灭本身 你的这个称恨心反而就消灭了 所以以上我就跟大家说明了 修止跟修观的方法 希望大家可以区别清楚 分辨清楚 这两种修法的差异 其他的以后我们下一集再讲 阿弥陀佛